哈喽,大家好,我是英文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一个小男人娶了一个500斤重的媳妇故事 人生论产,当属诺比特 还是婴儿他就被亲生父母遗弃 要不是被人及时发现,早就成了野狗的晚餐 这家餐厅兼职孤儿院 老板是一个神经大体的华语男人老王 这里不只有诺比特,还有很多像他一样被遗弃的孩子 老王一有空闲就会陪孩子们玩耍 但他的游戏并不适合这个随属的孩子们 诺比特天生丹小 这起游戏丝毫不能激发他喜欢冒险的情绪 反而使他的性格更加的内向 但在孤儿院也完全不是坏事 比如说孤儿院实行的是伙伴两人同性制 他的同伴是漂亮的凯特 两个人做什么事情都在一起,形影不离 甚至在树下许下了结婚的誓言 诺比特以为会一直的幸福下去 但好景不长,性格怪小的凯特很快就被人收养了 孤儿院也因此成为了单数 诺比特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人 虽然他一直都是一个人 但是他坚信总有一天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共度余生的人 他总是一个人做着喜欢的事情 这几年里诺比特除了增长的年龄 胆量一点都没有长 反而显得更加的懦弱 别的男孩来欺负他从来不会还手 他的胆小怕事反而记起了别人的保护欲 提亚是一个很胖很胖的小女孩 一看就是吃多了高汤高脂肪的东西 诺比特被人欺负 他如同天使一般出现在他的面前 将两个混世小魔王打倒在地 诺比特无以为报 只有以身相许 从此拉斯成为他的女朋友 有这样一个女友在身边 一切都改变了 他们彼此照顾 同学们也开始尊重他 甚至感觉到人生中第一次有一个家 拉斯还有三个哥哥 他在家里是最受宠的小妹 这三个哥哥是当地出了名的恶霸 最大的事业就是收保护费 就这样一直到诺比特成年 拉斯终于成为了他的妻子 他们在教堂举办了婚礼 拉斯很享受这一切 他嫁给从小的初恋 可诺比特并不享受这一切 全成一副被逼婚的苦花脸 他的亲朋好友都为他感到惋惜 毕竟没有多少人 能够仇上一个以敦来计算体重的妻子 一入豪门深死海 自从诺比特进入这个家族 就再无翻身之日了 就算感情不合想要离婚 除了要考虑拉斯的实力之外 还要考虑到他背后的三个哥哥 尽管拉斯在婚礼上丑态百出 但诺比特却说不出一个步子 别看拉斯长相凶猛 奈何人家有一个公主心 新婚当晚 非要诺比特抱着他进门 受求的诺比特可抱不起这个肥妞 不知如此 拉斯最大的乐趣就是角色扮演 每次对诺比特来说都是一场大灾难 他没有反抗的权利 只有默默地忍受着 从此 诺比特口中的幸福婚姻 生活就此开始 拉斯最大的爱好就是跳舞 也许是因为舞蹈教练比较说爱情 刚好符合他的口味 诺比特趁此机会去孤儿院 给小朋友表演木偶戏 诺比特忘记自己的木偶折返家中 他看到一生都无法忘记的事情 拉斯竟然出轨了 他捉奸在床 一片青青草原从他的头顶飘过 健身教练一点都不害怕诺比特 网图用这是健身的一部分来说服他 诺比特不是傻子 这就是赤裸的背叛 虽然这么多年 拉斯对他并不算好 但是他坚信拉斯是害他的 就忍了 没想到自己的忍耐换来的 却是妻子更加的暴力和欺骗 他第一次在拉斯面前发了脾气 拉斯就是一个从小被宠怀的小公主 自己做错了事从来不承认 还追着诺比特想要暴揍他一顿 诺比特跑得快 夺过了拉斯的追击 伤心欲绝之下 他默默摘下了魂结 并将它扔进了垃圾桶里 经历这件事情 诺比特也终于认识到拉斯一家人的真面目 以往他总是以美好的见光 去看待所有的事情 认为拉斯虽然外表恐怖 但是至少内心是善良的 现在他终于明白 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诺比特整理好自己的心情 还是如约去雇物二院 伤心的情绪很快就一扫而光 他在这里看到一直思念的儿子玩伴凯特 凯特成为一个事业有成 充满魅力的女人 和小时候一样 她依旧那么漂亮 大城市的生活从来都不是她想要的 就索性卖掉了自己的服装公司 用这笔钱买下了雇物二院 完成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他们拥有很多共同的回忆 现在想想 不免有些伤感 诺比特和凯特约好 要在星期二共进晚餐 自在那一天以后 她满脑子都是星期二 现在的她 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妻子和谁在一起 时间一到 她就迫不及待来到餐馆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不禁见到了凯迪 还见到了凯迪的未婚夫 是啊 这么漂亮的女孩 怎么会没有人追呢 她的男朋友 可不像自己一样 是一个穷屌丝 人家可是事业有成 况且对房地产还颇有经验 诺比特看着他们两个心有不甘 但还是祝福了凯迪 她变得越来越孤单 朋友们都有自己的生活 家也不再是避风的港环 就连旅馆都不如 家中有恶气 鸡犬不宁 夜晚降临 有家不想回的诺比特 在门口和狗狗作伴 一直待到必须回家的时候 在正恒娜的床上缝隙中 睡了一晚 妻子的体重 随着她的脾气 与日俱增 心眼却如同针尖一般 邻居让小狗看了她一眼 就要开车撞死她 诺比特实在受不了 收拾行李要离家出走 为了挽留诺比特 拉斯声称自己怀孕了 有了孩子 诺比特想走都走不了 她虽然不爱妻子 可必须对自己的孩子负责 这或许就是她的命运 周末她会很不情愿地和妻子去交游 享受着糟糕的家庭生活 在游乐园 她再次遇到自己的女神凯蒂 喜欢的孩子的凯蒂 带着孤儿院的孩子们 一起去游乐园玩 经过诺比特引线 凯蒂见到诺比特的肥妻 拉斯一连看到情敌的样子 对凯蒂更是冷言冷语 三言两语就把凯蒂打扒走了 她是因为爱诺比特 不愿意和别人分享她吗 不 她只是想要一个无时无刻都能使唤 不断地压榨的男人罢了 她让诺比特去拿冰酒 报了她没有怀孕的事实 不过今没有一丝的歉意 反而还羞辱了诺比特 告诉她孩子就是两个屁 这样诺比特的心都碎了 凯蒂想要请拉斯哥哥的建筑公司装修 哥哥们得知凯蒂要买下老王的孤儿院 立马就招了急 他们也很想得到老王的店 几次谈判都不行 现在这个小妞也想买店 他们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 拉斯看到自己的男人在和凯蒂跳舞 那种开心是她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凭借女人的直觉 她知道诺比特和凯蒂一定有一腿 直取周关放火不需百姓点灯 要是她抛弃了自己怎么办 自己以后还能使唤谁呢 她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只不过她下手有点狠 直接把诺比特砸进了医院 凯蒂的未婚夫准备和她联手 波斯特并不想要孤儿院 她也不想要孩子 为了说服她 他们三个人拿出自己的企划案 孤儿院位于商业节还有授酒许可 他们可以将孤儿院改造成酒吧 凭借他们坑蒙拐骗的才能 酒吧很快就能变成聚宝盆 波斯特要做的就是和凯蒂结婚 孤儿院成为他们的共同财产 就随她怎么处置了 毫不知情的凯蒂到医院看望诺比特 她很希望诺比特能来孤儿院帮助自己 还为她一起去自行车 诺比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骑车 自从凯蒂离开之后 她再也没有碰过 在她盛情邀请下还是同意了 波斯特这个时候也和凯蒂求婚了 凯蒂正在一步一步掉进他们陷阱里 诺比特往背景调查公司寄了一封信 他必须对自己喜欢的女孩负责 至少他要交给一个好人 原本诺比特他们会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拉斯不放心自己丈夫非要跟着一起来 以他的身材就只能坐着晒太阳了 他们再怎么恩爱都和凯蒂没有关系了 他很快就要和波斯特结婚了 凯蒂参加了水上滑梯的项目 为了表现不输凯蒂 拉斯也参加了这个项目 他忽视了300众的提示坐上滑梯 以他的重量直接飞到了儿童泳池 还好没有尿称巨大的事故 泳池之行就这样结束了 凯蒂和诺比特联系越来越多 他们经常背着拉斯约会 没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时光了 这一天他们约定晚上7点再次见面 哥哥他们为了得到孤儿院的酒水销售权 需要得到凯蒂的签词 如果他们去凯蒂肯定会起疑心 再三次处置下 他们决定让诺比特去当这个替随羊 这一次终于有正当忌口和凯蒂见面 晚上的约会很美妙 他们聊了很多 大多都是在追忆往昔 凯蒂也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下了文件 一切都在顺利的进行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有人说漏嘴 拉斯知道 诺比特正在和一位美女约会 愤怒了他疯狂的寻找他们 此时的凯蒂和诺比特在教堂彩排着结婚仪式 诺比特的话根本不像是彩排 而像是真情流露 他们情不自禁粉散了一起 拉斯将这一切看在了眼里 抄袭了铁棍冲进了教堂 却发现困无一人 他有必要把凯蒂的婚礼提前了 凯蒂因为内疚困惑离开了教堂 因为在他的心里 诺比特早就不是一般的存在 回到这样诺比特迎来一顿暴走 这样的生活他再也不想要了 可拉斯威胁他 如果再和凯蒂说话 就会往凯蒂的脸上泼瘤酸 为了保护凯蒂 他答应了拉斯 凯蒂也有了麻烦 他发现昨天欠署的文件有问题 于是气冲着来找诺比特 他其实也不知道文件到底是什么 他本想和凯蒂解释 但是迫于拉斯的压力 他只能说一些令凯蒂伤心的话 让他离开 晚上趁着拉斯手睡 悄悄地提出行李箱准备离开 他碰到老王 老王教育他不要逃避问题 因为逃避换不来安宁 要像一个勇士一样去解决这些问题 他的这番话瞬间让诺比特醒悟 他也收到了酒杯调查信 发现了惊天大秘密 又从哥哥那里知道 他们要把孤儿院改成酒吧的事情 得到一大堆秘密的诺比特被关了进壁 他必须想办法将这一切告诉凯蒂 他砸开地下室的窗户 赶往了教堂 朋友们尽量拖延婚礼的进程 拉斯兄妹尽力地阻止诺比特 婚礼一下子变成了五回 这肯定是进行不下去了 为了躲避拉斯 诺比特终着摔进水池里 这便不能阻止他去见凯蒂的心 闯进了婚礼现场 阻止凯蒂的婚礼 告诉了凯蒂压抑在他心中的爱 还揭发博斯特的阴谋 他的婚姻只不过是他敛财的手段 他有四段婚姻 已经从中获利30万 这一次也不例外 同时还勾结了拉斯一家 为了更有说服力 他把博斯特的前妻们都请了过来 即使诺比特想要和拉斯一家决斗 奈何实力太过于悬殊 不过 没拉斯一家欺负过的小镇居民 联手起来对付恶徒 老王的长毛还是那么的准 一下子便刺向了拉斯的屁股 拉斯一家人抱头鼠串 后来听说 在墨西哥开了一家酒吧 凯蒂和诺比特 也在那刻曾经许侠饰演的树下 举办了婚礼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美国黑人喜剧电影诺比特 小时候的经历 让他缺乏自信 甚至过上悲惨的生活 但通过他的不懈努力 找回了自信 收获了爱情 友情和亲情 这是一部非常幽默的电影 老油条我 十分推荐本片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